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在你和朱旧之间做选择 你们都是我爱的人 我这次去M国 也是为了研发丹明珍的药物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M国边境地区暴力冲突欲加激烈 由于担心今年年初 利比亚的一幕在M国上演 目前各国大使馆 陆续开始安排本国公民撤离 你们等一下 我去跟他们叫舍 你小心一点 听听我好吗 我们是由 Hope 组织 那是我们的医生医院 我们在这里 你怎么说你一直找到他们 我们看着 我们没有找到什么 什么时候 我们猜他们已经被逮捕 Let me take care Dr. Min Let her go Hent Let her go 我不管你接下来要搞什么 拜托你现在过来看看她 陆续珍 我恨得你看不出来吗 我根本就不想看到她 我更不想看见你 那个多恶多端的妈 我要把灵天拆散了 一点一点地迈出去 我要让陆续珍这一辈的心血 不划上套墨 陆续珍 我们下所有的房产 珠宝 都交由我的儿媳妇 江淑琳所有 我手上明天的股份 平分为三份 分别由江淑琳 傅希舟 傅云深记者 至于我在董事会的投票权 委托给我的小孙子傅云深 至于林天集团的管理 将依照傅希舟她本人的意愿 拥有一票的否决权 这是我的名字 我 请保持着 庇宝 我 我的名字 安妍 你该不会真以为 我想当那个总经理吧 你错了 我要让红石收购灵天 把凌天拆分卖了 我要让凌天制药这四个字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周伯伯那边什么情况 周贤人放话了 已经统一出售股权 完了 一切都完了 爷爷 我该怎么办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敌人怎么做到的 让那些只认钱的老家 放弃这么大很多钱 双鸣他们看的不只是钱 当初是我爱你 要嫁给你 我愿赌服输 可是爷爷呢 他可是养大你的人啊 你到底有没有信啊 我从未停止爱你 我知道你也是 但我不应该再强求你 强求你非要让我们在一起 我想 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 你想让你孤个背黑光 当什么时候呢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让我 孤给我个背黑光呢 徐自成 说清楚肱章是你偷的 对 大家也听顾总说到了 我跟顾软软已经离婚了 在法律的层面上 我跟洪师一点关系都没有 倒是小负责了 把这件事情 抬到桌面上说 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是担心你爷爷 是我太鲁莽了 爷爷晕倒 也有我的责任 如果爷爷醒来 公司没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朱医生 人不能太贪心 什么都想得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喂 副总 将近那件事情的证据 都收集好了 要不要现在交给检查员 奶奶一直问你 你怎么不来看她 她问了我 好多问题 这是一家 美国混同公司的股东名单 上面有你的名字 你说对我做不到 百分之百的坦诚 我试着理解了 但你利用我的身份隐瞒我 这一点不管出于什么 我都无法理解 这才是你一直不愿意 离婚的理由吧 爷爷 你该不会真以为 我想当那个总经理了 你错了 我要让凌天之肉 这四个字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你这儿要干吗 没有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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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进去 接到通知了吧 你奶奶可以做手术了 不用谢 老大现在病情呢 你不是很乐观 你们家属来商量一下 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我真的很想让奶奶活下来 但我知道这种选择 太自私了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选择 不像我们考试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我们只是在那个时候 做出了最无可奈何的决定 副总生病了 给她买药她也不肯吃 她说只要见不到你 她又坚决不吃药 不堪医生 也许你会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妈妈 但我真的不能决定 我会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学吗 云山 奶奶明天做手术 你能不能和我一起 把奶奶送进手术室 对不起 对不起 把门口的保镖都撤了吧 不行 我不会让她一直缠着你的 永远都不要再难为助救了 只要她不伤害到你 她从来就没有伤害过我 你知道这段时间我有多想你吗 初九 我们分手吧 我是一个随时随地 都可能会死的人 你和我在一起 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你说的那些我都不怕 我怕的是我们明明相爱 却不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间 我们的感情 很珍贵 你能不能 别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约定过吗 以后的每一个除夕 我们都一起过 对不起 出去 新年快乐 怎么了 奶奶在相救 患者已经出现了肝脑病症状 说明肝硬化的程度有加重了 你不能进去 不 给我借我的救命 你还有脸来 人家公司被负习州所赔两千万 她现在拖着我一起还钱 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 看我来的不是时候了 你是来看我现款的吗 你妈被停职了 你看看你啊 毕竟热血 为了自己喜欢的人 连命都可以不要 但勇敢的同时 是不是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妈妈 朱医生 我知道 我知道 要离开像我们云生 那么优秀的男人 是件很难的事情 你离开云生 我帮你奶奶找肝源 你说呢 你为什么就这么讨厌她 我不讨厌她 我是恨她 妈妈爱你啊 我不能看着一个做伤害你的人 留在你身边 阿姨 只不过对你来说 你是自私的皇子吧 谁都可以说我自私被毒你不能 好 如果你在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你当然会失去我 你走吧 有人在利用你们的伤心 来误导你 没有人误导我们 是我们自己坚持要讨回个公道 你们起的那个王律师 非常的贵 如果这个官司失败的话 我们得赔上一大笔的律师费 妈 您把诉讼取消 好吗 我没有嫁给女儿 妈 我答应你 我会放下余生 我会去相亲的 你干什么 余生 我会放下余生 我会放下余生 一生五代 老顾 傅西周许给你的 等到我儿子接手了公司 也一样能给到你 佳总 我支持西周 不仅仅她是我的女婿 最重要的是 她比云深更适合管理灵天 怎么了 朱医生 快 萌萌出事了 你不是说她手术成功了吗 萌萌她忍呢 又会是萌萌她忍呢 家属把我告了 家属不接受我们的禁令结果 好 先回家休息几天吧 您要挺我的职 违避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不关你的事 把等于给我 这几天萌萌的父母 每天来我们医院闹 是不是也是你唆使的 怎么样才能追回一个女孩 追女孩 第一步 送花 谁啊 佩总 林大花 今天奶奶和我聊了很多 我能感觉得到 她很想回老家看一看 可是奶奶手术前 我不想让她冒任何的险 但是 这是老人家的心愿 你也不想让她留线遗憾对吧 你准备怎么处置将军 是准备报警吗 你看看你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想你那个不诚信的侄子 爷爷 你别生气了 江一的出发点是好的 你别装好人了 你处心积虑 不就是想扳倒我们江家吗 你现在满意了 副董要专开董事会 决定你去留的事 你找我 是为了这事吧 我找你 还是为了孩子们的事 只要我不同意 他们接不了你 你跟踪我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是你自己说过 如果你要是丽娅出走的 用定位的方式把你找回来 你猜 我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你的 你应该对我是一见钟情吧 这么自恋 是在猎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告诉我 去世的亲人 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守护他们爱的人 周九 怎么办 我好像爱上了两个人 一个呢 是臭脾气的小女孩 另外一个呢 是救死扶上的朱医生 你女儿这辈子嫁不出去了 你知不知道 那我总不能按着云生的头 让开举吱吱 你是不可以 但是有人可以 实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公司群星疫苗都没有任何问题 既然爷爷 所以 把这个项目让你全权负责 你就不用跟我说了 实验室以外的时候 不是不懂 我只是以前让着女人 收了陈总多少 医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我就用 好心抓 别别别 就一百多万 我也是为了公司好 这剩晚会把给叶昂 按公司的规斩办事 你可以不想我 但是你想想你妈妈 那个章是她盖的 我是晋升级统 我不明白 还有什么需要讨论 我不要你论